Hello,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迪姐姐哦 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非常的忙呢? 是不是你会觉得爸爸妈妈忙的没有时间照顾你呢? 最近啊,小猪佩奇就遇到了这种困惑 正在跟安迪姐姐说呢,我正打算去看看她 这一天,光头墙看小猪佩奇 一个人在公园里,她跑过去问佩奇 佩奇,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呢? 别提了,强哥,最近猪爸爸,猪妈妈特别的忙 他们每一天都是在我睡着之后才回家 早上我醒来,那时候他们已经出门了 有一周的时间都是这个样子 哦,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谁来照顾乔治呢? 当然是我了,我就觉得非常的心烦 哎,因为我不仅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乔治 光头墙感觉到了佩奇的烦恼 她觉得现在应该做点事,让佩奇开心起来 于是,光头墙打算去找熊大和熊二 她来到熊大熊二家 熊大熊二正在门口悠闲的晒着太阳 熊大熊二,你们忙吗? 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们 先说来听听,如果能帮你的话,俺怎么能不帮呢? 光头墙和熊大熊二讲述了佩奇的情况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想让佩奇开心一点 所以你们能帮我想一想,怎么样能让佩奇开心起来吗? 熊大熊二站在原地思考 这时候熊大突然高兴的大喊 俺有一个好主意 你说咱们带着佩奇去旅游咋样? 就去公主的城堡 顺便再去野餐,佩奇最喜欢了 熊二,你觉得怎么样? 俺当然觉得没问题了 就这样 光头墙把这个完美的计划告诉了在公园正在发呆的佩奇 佩奇 熊大熊二约你和我明天去公主的城堡里旅游 顺便再去城堡里野餐,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呢 正好我也好久没有见到熊大熊二 我们一起吃饭哦 那我明天告诉乔治 让他去同学家吃 我和你们一起 旅游野餐的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第二天 佩奇 熊大熊二光头墙在去城堡的路上 这时突然冲出一个霸王龙 这可恶的霸王龙拦住了他们去城堡的路 因为莽撞 熊大和熊二受伤了 佩奇和光头墙 不得不把受伤的熊大熊二送回家 没有顺利旅行的佩奇 更加失落了 佩奇 你不要难过 猪爸爸猪妈妈 只不过是这几天很忙 可能下一周 就会好好补偿你和乔治的 可是我真的很想他们 好了 不要难过了 光头墙 刚说完这句话 就看到站在门口的猪爸爸猪妈妈 焦急的等待着佩奇回家 嘿 佩奇 你快看 猪爸爸猪妈妈 看到猪爸爸和猪妈妈的佩奇不再哭了 朝着爸爸妈妈跑了过去 小猪佩奇的爸爸妈妈 最近啊 确实很忙 如果他们一直是很爱我们的 小朋友们也应该体谅爸爸妈妈的工作 他们一直在努力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呢 今天的安迪讲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击订阅 下一期在一起来玩吧 拜拜